郭正亮亮哥 如果能够出手的话 侯友宜就能够转为为安 而且呢 党内的矛盾一夕而起了 今天本尊来到现场 亮哥 我那个名字插掉 换沈富雄自己 自己是不是 换他自己 我觉得侯友宜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民调 都是6月13之前做的 那侯友宜坦白讲 那个魏耀翰 他的反应比较慢 所以确实受到一些伤害 而且还在烧 对可是他13号之后 整个团队开始进入作战模式 包括国民党也帮他 立委也帮他 我觉得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那还有之前那句政大 那个演讲你也知道 现在影片网络上 对大家都看得到 那我觉得他那个也是 就给人家感觉就是 没有进入一个 竞选作战的状态 所以比如说 我事实上在电视上讲过很多次 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 柯文哲的影片 两分钟 那因为粉丝多 所以人家也会秤你的流量 所以就到处都是 那你真的想要帮侯友宜 还真的不容易找到 侯友宜讲话的影片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现在看到民调 对他是相当不利没错 可是像林传媒那个 就是他跌破了20%那个民调 对然后跟柯文哲整个差距拉开 那个是6月6号到6月10号做的 然后最近有一个新的民调 就游英龙的 那个是6月12跟6月13号做的 所以那个大概都是他最憋屈的时候 就是挨打的时候做的 那我认为他从13 14 15 今天17了嘛 开始有一些反击啦 那最近 我觉得最近有几件事 对他是比较有利啦 我觉得 我第一件事就要讲连战 还有连胜我们站出来挺他 我觉得这个是 很重要的一个转折 因为我们讲白了啦 你如果知道台湾的选举历史 你就知道 2004年那两颗子弹 受害最大就是连战嘛 那因为侯友宇那个是 刑事警察局局长 刑事警察局局长 那陈小冰当选啦 那陈小冰就继续执政 那那个时候 那个319的调查案 有很多深蓝对他是不谅解的 那我觉得 所以现在就连 他们两父子都站出来立地 对 我觉得这个 动作很重要 蛮了不起的 蛮了不起 所以也消除了有一些深蓝人士 对于侯友宇的疑慮 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他又去那个退伍军人协会 跑了那一拖啦 就接上了那个黄埔精神 我觉得这次选举是三个人在选 所以你首先一定要稳住你的基本盘 基本盘没有稳住 你说你要拿中间选民 那不要开玩笑了 你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盘 你要号召中间选民来支持你 你没有那个能量 所以你如果没有 所以你看那个柯文哲或者 尤其最明显是赖清德 赖清德的基本盘就非常稳 对他就差不多就是 就算跌也就算 也没有上升 他就是在35在40里面 稳在那边啦 对对那你看那连信烧案 这样爆发 他民调也只有跌1.5% 跌不下去 就是有基本盘撑着嘛 对那因为这个选举 可能40%就当选了啦 因为2000年那次选举 陈水扁39.2当选 所以侯友宜现在真的要做的是 要稳住整个蓝营的基本盘 所以我觉得像连战跟连胜文 愿意站出来这个是蛮重要的 因为接下来他才能够进一步稳住 比如说接下来可能马英九也会愿意 我觉得他们是比较顾大局的人啦 那如果说连战那样的委屈 他都愿意顾大局 对 坦白讲我认为最大委屈就是连战 其他小委屈啦 比如说韩国瑜 韩国瑜2020年选的时候 请侯友宜当新北市主委 侯友宜没有答应 这个当然会有小委屈啦 这个就好像郭台平也是嘛 对看怎么样来话题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 比较肢结啦 那个只要你 你把那个基本盘那个试照起来 我觉得慢慢慢慢就会归队啦 可是就是你要知道基本盘 不是只有人站出来 还有你的基本主张 也要跟基本盘要符合啦 所以有一些问题他真的不能闪啦 要旗之先民啦 因为总统大选就是在选 未来的路线嘛 政策嘛 价值嘛 这个是要一刀切的啦 我坦白说啦 不可能说你跟民进党 没有一个明显的强烈对照 那这样人家怎么选啊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他主张要旗之先民 然后重要的人士要站出来 我觉得马英九跟联赛是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这个氛围慢慢开 然后你的竞选团队跟你自己 尤其是他自己啦 他要进入竞选模式 就是他要勇于讲话啦 勇于表达啦 不能够再就是用一种好像 有点磨薄乎乎 对大家觉得哎 怎么不直接哦 职仇对决 这个不只是攻击对手 也包括你的立场的主张 对对对对 我认为要旗之先民 是 你要先巩固基本盘 因为还有六个多月啊 后面缠斗还有的你走了 是对 现在所以在这个部分 这个时间点 让他觉得说 他应该是真的是 最底的时候了嘛 所以政大跟这个卫耀案 痛极他啊 我觉得不一定是坏事 接下来很快 让他知道他没有准备 或者是没有立即进入作战模式 不过礼拜一 礼拜那个台大校园 那一招蛮重要 那一招也很硬 对 他一定要正面迎战 是 所以变成说 不晓得 这个第三大参谋 你该怎么办 亮哥 亮哥 第三大参谋你该怎么办 这么复杂的问题该怎么办 你怎么讲的都比我悲观 什么十倍以上 没有 我讲的是说 看到的事实是这样子的 他说他是医生嘛 那我只是医检师嘛 我就帮你照X光弄完以后 这个都有毛病都红字 请问医生该怎么办 对不对 就问医生嘛 我算合理吧 我知道 怎么解 问题很多 这元香提的 都是过去 坦白说 因为韩国瑜我蛮熟的 韩国瑜 坦白说你就是一个 古到热场的好朋友 他对他的朋友 你就觉得是真心的 那个长年累积的 你知道吧 那这元香在讲说 你过去 可能对人家都是很冷淡 很冷淡在交往 那这个时候突然之间 你需要大家协助嘛 对 那那股热情就提不起劲 你知道吧 就要找到相关人去劝 那你自己也要先展现 比如说我如果是他 主动一点 你说你找不到韩国瑜吗 那我每天拜访李嘉芬也可以 我是举例啦 其实生日嘛 很好的一个时间 就你的那个 人家的感觉要出来 第三个诸葛亮 已经开始献祭了 都感受到你的诚意啦 你知道 不因为 不因为 我觉得这个就是长期 这个 比如说人家在需要你的时候 你那时候是什么态度 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一类啦 那过去 国民党有两次不好的成绩嘛 2016 2020 那就是在最落魄的时候 你是怎么帮人家 那现在是轮到你了 你是在最低谷的时候 那人家要回报你什么 那人家就会想起当年的状况 所以你 你真的 其实那个谁啊 那个 我记得赵奥康讲过一句话啦 他说候选人的热情是最重要 他的能量是最重要 你一定要给他感觉你是一百分啊 那你其他的人才有可能开始被你推动 因为比如说他如果一百分 他推到 连胜文可能剩下八十分而已啊 那连胜文再推到他爸爸 剩下五六十分 那连战我知道跟蔡正元很熟嘛 那蔡正元至少有五十分啊 没有没有没有 零点五分 零点五分 退这么多 我只是举例啦 就这个是层层递减的 所以你的热情要出来 我是要用一个概念叫光跟热啦 光就是方向嘛 你照亮前方 让人家觉得选你 就是选了一个不一样的台湾嘛 所以你的主张要旗之鲜明 这个是首先要让大家看到的 看到你要干嘛 你代表什么价值 代表什么政策 代表什么路线 那接下来就是你个人的能量 我觉得他目前光跟热还没有出来 那总统大选这么大的选举啊 你没有光跟热你选不动啊 很黯淡喔 真的是这样啊 因为韩国瑜当年你去想一想 因为我是高雄人啊 他的高雄选举是怎么逆转生的 大家看到那个 整个热就卷起来了嘛 对啊 那当然也 韩国瑜也有天赋异禀啦 因为他讲话实在是太厉害了 很迷人喔 然后很有号教理 他也会讲话了啦 对啊 那你没有嘛 对 这还好就是 不过今年就是 侯友宜跟賴清德 都是属于比较单调的 那这个刚刚立将军讲的很对啊 就賴清德 那个柯文哲就是 嘴巴灵活嘛 比较活泼 所以就到处都引起注意嘛 可是你没有这个 就一直有新闻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这个口才 对 你的口才如果没有 柯文哲还有我们郑元兄好的话 你就要用勤快来补啦 诚意来补 你知道吧 勤快跟诚意要出来了 对 所以要能够打动大家 对 就包含了我们刚刚看到 就要连战啦 好连胜文啦 或是韩国瑜再接下来 好王金平可能都陆续 大家都能够来帮忙的话 那就会再往上 郑元兄 应该就不至于这么悲观了吧 我没有那么把握 因为沈老大他一向对 胡友宜有很大很大的关注 跟很大很大的期待 从一路以来就一直叫 国民党一定要征召他 一定要低迷他 他是国民党不释出的天才 国民党目前最强的母鸡啊 对不对 就是沈大牢的立场是这样子 所以他现在这个 他自己不断点名支持人出了问题 他当然要陷阱妙计吧 不过我同意 这个郑亮兄的说法 光三个人金普聪王金平 再加上郭正亮 三个人不如沈富雄自己亲自出 有用 他一铁药可以带动三铁良药 比如沈沐雄坐在那边 曾苗你过来 普州你过来 金平你过来 大概都过来了 都不用伤脑筋了 所以我的锦囊妙计 只有一铁 沈大佬 沈大佬 沈大佬可以看他 如果有看到我们烙碗报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当一个很好的建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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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